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信心 30分钟以下就过了 过了三八妇女节 我现在越来越发现 连随便夸女人相貌好 你也要看对象 现在女权意识高涨 但是我要跟有些美女们说 你把我这一道灭了 你们可损失了我一个特长 我赞美女性的容貌 是下过多年的功夫的 但是现在搞得我 不敢随便夸 他有的女的受过什么教育的 他或者是他觉得 你这个是把女性误化 什么的 我说那我该夸你 这以前革命时代也是这样的 就是说革命的六七十年代 你跟女的打交道 除非你特别熟的关系 否则你不能去说 你长得漂亮 你美女 这是贬低她的工作成绩 那你要怎么样跟女生 工作能力很强 你这事情处理得很好 那我来教大家 因为我最近都很认真的在做禅修这件事情 你到里面的时候师傅都会跟你说 长得漂亮 你长得好庄严 你长得好庄严 我觉得庄严也是一个正面的词汇 也不涉及就是一个气质好的意思 所以以后你看到一个女生 你就跟她说 这位师傅你长得好庄严 这话我们在朝阳区经常听说 那儿任波切比较多 对 真是 随便说这样是骂人的话 就是我现在学会了 以后见到这个女同事 你不能说外貌 比如说这个 但是刚认识又怎么知道别人的心灵呢 我觉得你这个心灵 从脸上就看得出来 像游行深 这也是有可能 所以那天还有个女的跟我这个抬告 我怎么现在发现这种女权特别多 真是 社会是越变越文明了 就是说捧就是杀 捧就是杀 就是说什么意思 就是你过度的夸一个女人 对吧 这才男人来说 这不是应有之意吗 对吗 夸女人哪有想过度的呢 但是你看 现在觉悟了的妇女 她不这么想了 她就说 你捧她 你就是在杀她 她有的时候 尤其是专业人士 或者做官的 你过分强调她漂亮 就暗示她不是靠能力上来的 所以有的人不愿意 我就碰到过 有这样的宣传部长 人家都说 哎呀美女部长 很不高兴 因为人家马上想 这么一个小美女 怎么做到部长 对不对 人心里都在 那你也不能见到女部长说 就您这模样 就您工作能力 肯定超强 应该也要被东大一顿 我现在比较转弯摸脚的 这个夸人的方法 就是长得这么漂亮 还出来这么好的工作 就这样来说法了 就两个都夸进去了 对不对 这样好像也有点疯了 你们现在不是说 有颜值还这么努力 不是有这样的说法的吗 明明可以靠颜值 你还这么努力 对 你长得这么漂亮 你还这么努力 这话两面都夸到了 我怎么觉得两面都不是人呢 听着 我也觉得有一点 因为是一头猫 也没有特别有被夸到的感觉 还是不要说 对对对 但是相比 如果我们把握不好这个分寸呢 我还是觉得捧懂好过沙 对吧 那真的对女人不礼貌的那种行为 咱们最近也知道 就多大的一个话题 北京地铁这个十号线 当然最后呢 把前半段的一些事实端出来之后呢 也有人说 说你看男人之所以对女人 这么恶言相向 都是因为女人爱纠缠男人 但是这个话说的 就是分不清主要矛盾和这个次要矛盾 咱可以看看这个照片 说地铁 北京地铁十号线 十七岁的小伙 这小伙出名了 给橘子里叫去问去了 然后呢 就是用那个 大家都看见了 最后把人危险动作 把人从地铁 你不放了 他们那个不让放 可能说太多次了不让放 然后把这个 最后把那个手机丢出去 临关门的一刹那扔出去 这个绝对是危险动作 但是这个小伙后来不是 也发了一个声明 就说我这么做 当然是这个很抱歉 但是你知道那俩女的 非要让我扫码有多烦吗 等等 而且好像他里边讲的很有意思 就是说啊 说这个这个 那意思 我说北京话 并不见得一定说明我是哪的人 这也跟网上的很多评论有关 这跟北京话有算关系 因为他骂的这个 这个这些话里边 好像有了一个外地人 就说你们外地人 就在在在在捣乱什么的 那么很多人一听 他这个是学的北京口音呢 还是什么北京口音 就又上升到就是说啊 哎 你北京人有什么了不起的啊 整天拿我们外地人 就地域提示 这边有性别矛盾 有个地域矛盾 都齐了啊 都齐了 徐老师你想看看这个 你敢说你没看吗 我看了 我看了 我看了的时候有点坏 我有点 有一个很荒诞的感觉 想起了日本的一些AV片 日本有很大数量的AV片啊 拍电车男 你知道 就是说 电车吃汗 就是说大致的情节就是 一个男的欺负一个女的 欺负他 而且那个女的呢反抗 但是又不能大反抗 然后他就欺负成功 但是呢 旁边呢 那个乘客呢 就忠无愧愧 但是面无表情 当然了 那个是按照他们拍电影的人来讲 那个是一个故意的 因为忠无愧愧 比单独两个人 这个犯罪性是更大 或者说从他拍摄的角度来讲 更刺激 对不对 看这个片啊 除 很相像啊 但这是真的事情啊 就是说 也是一个男的 在欺负女的 语言上 肢体上 还抢东西 旁边的人全部都没有 就是面无表情的 这个面无表情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参与 你在观看的人来说 这跟后面没有人是完全是两回事 所以我产生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荒诞感 当然这两者完全不相干啊 一个是真事情 一个是编造的戏剧啊 但是这种错乱感 从画面来讲啊 非常相似 非常相似 但是呢 有人就拿这个专门写文章啊 就说所谓冷漠的看客 对 说是当年鲁迅鲁大爷都已经谴责过这种 就是这么看看看 说这些人 都只看 没有人伸张正义 但是po到网上 下面好多正义魔人 大家都出来 一直到这个朝阳 这个呃 什么留言就说什么 啊 赶快抓回来 怎么还不抓啊 什么什么时候的 对 所以你知道现在就是 过去有一句话 就是说那个境外的鲁迅好当 境内的鲁迅不好当 然后还有一句话 说是这个键盘键盘侠的这个 这个这个正义容易施展 是吧 真正在地铁车厢里挺身而出的 哎 过去有句话 就讲到这个国难当头的时候 有些人就是批评某些中国的男人啊 就是叫有句话叫 静无一人是男儿啊 对吧 静无一人是男儿 哎 但是老实说 徐老师 这个有没有结论过自己这个问题 如果你当时坐在后排 在当时这个情况下 你认为你会挺身而出吗 要看前面的情况 有点搞不清楚前面的 你 他我们看到的画面都是一半 就是个英国 因为现在很多人讲 后面的人不作声啊 是因为他们也反感这个 这个扫码这个事情 就是好像是这个 是是有因果关系 这有两个可能 一个可能是 呃 这事情跟我没关 对不对 我看热闹 对不对 另外一个就是说 他们觉得这个里边 这个是有个前因后果关系 对 我说实在话 就是说 你要是这么说 我曾经在这个节目里说过 我 我在北京 哎 我还建认为我一嗓子吧 就是我就看见男人打女人 那当然不知道前因 当然周围的人就是围观了 但那个打得太过分了 你知道吗 就是这男的就是把这抓着一个一个一个 我就看一个男的抓着一个大概有三四十岁的一个女的 抓着的头发啊 北京胡同的墙上就这么壮啊 完了之后就把那女的骑的那个单车那自行车 举起来那男的不是说一般的打女的 真的我觉得罚死这个女的这么打呀 然后你就上去了 我呢 当时呢 就是可观条件是我坐在车里路过 对吧 车窗摇下来 我把车窗摇下来 我说哎 你这怎么能打你 他就开走了 他说实话刚上 车上的键盘 就是我后来 你也我要问我这个软弱的灵魂 如果我不是坐在车上 车上还有我们的司机 对吧 假如这是我一个人就在旁边 因为 说实在话 你不知道这是不是地头蛇 你 就也会有害怕 像这个画面里阐释的东西 我非常冷静的回想 假如我坐在边上的话 也可能不去出手 但是原因倒不是害怕那个男 那小伙子没啥好害怕的 他也就这么一个人 他也没有武器 主要是 当时你会觉得这个事情还没有发展 他其实事情最危险的是最后一下 就把他推出去 对 那是有事 我觉得那一下 那你事后想是很危险 但那是之前呢 都是还主要是一个言语的吵闹啊 就是泼皮啊 就是这个小流氓 这样的人我是从小就见过多了 其实这种流氓作风倒是一点都没有变化 你会觉得很不像话 就这个男的 不管你有什么理由 他这样的骂人 这种口气 这种姿态 这种人 我也不知道家里怎么弄的 就是以前我们一句老话 没有父母教养 就没有父母教养的这种人 但是你说 这种时候 你会站上去去跟他 叫劲吧 你好像又没有到这么严重的地步 我觉得周围的人大概是这个 但我会觉得说 还确实有一点点冷漠 当然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像薛老师讲的 就是说 就觉得说他们刚刚可能也被这些女孩子骚扰过 要扫码 所以就觉得说 不关我的事 不要再反我 就是大家冷漠成这样 可是我会觉得就像 我为什么会觉得他们大家是冷漠的原因 是因为 大家肯定都觉得这行为是有问题 不然我们不会看到完整的视频 从开始互骂 拉扯 因为已经是 在车上就已经开始有肢体的拉扯了 我觉得应该是要出手 说你们够了 或是讲一些某些话语 让这三个人不要开始 就是进到下一阶段 或者有人说 好啊 就是大家结束 就是当一个和事佬也好了 的角度去去做这件事情 但我也想 如果今天是 我可能也不见得会 你知道就是 过去 你看我曾经这个 有点烦这个英国人 乃至于这个 有些这个香港人 我这烦的是什么 其实人家是对的 就是我有时候觉得 就是说 我作为一个外地游客 我到你们这个地方 有些规矩啊 我确实不太懂 但是呢 我有点烦他们那个态度 就是有点得理不饶人 对吧 就是说哎 不就你知的规矩 和班尼 你说话的时候 一种一种 好像觉得 我是个野蛮人一样 你知道吗 就是我很讨厌 他们这个态度 但当然也许 确实是我不懂 人家的这个规矩啊 但是呢 在这个内地啊 还有另一种情况 我最近听见俩人 一男一女跟我说 你看 有时候女的倒是比男的胆大 大概是因为女的呢 觉得男的不会打他 对不对 就比如说这个机场 经常有那个插队的 就不排队 我就听一个女的就说 她就在那嘟囔 后来她就说 说中国这个男的 这没有一个爷们的 就是说 她说我一个女的 我上去都说 她你为什么不排队 她说她插队的那个人 正是一个中年的一个汉子 一个男的 在那念念如如的 就不敢吭声 他说就是这么这么怂啊 就说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呢 是一个男的 写了个微博 他讲他也是在机场 碰见别人那个插队不排队 于是要不说知识分子啊 这个思考很多 幸亏那个队啊 排的是足够长 我发现留给他思考的时间呢 足够多 他进行了一番 类似于大学教授的思维 他就说 他说我就想 他看见那个人插队在前面 他说我就想 为什么在我们国家 有人插队 这个总是没有人应声 就说群众 难道没有这种正义感吗 难道他们不生气吗 那不是没有遇到我 我关于他是不是想了 这种半个小时 最后他说 我最后终于忍不过这口气 我鼓起勇气 说了一句 哎 前面的 你们为什么插队 这么多人排在后边 你会发现他有统一战线的意识 这么多人排在后边 然后他说 当我吼出这一嗓子之后 我意外 我惊喜的发现 排在我后边的整个队伍 都开始呼应起来 说哎 怎么 那几个坏小子 就灰溜溜的走了 他说 这让我意识到 总要有人先发声 我觉得这个 很真实 我觉得有两点 为什么我觉得女生 比较容易会站出来 像我如果遇到这种事情 我也是会立刻站出来 而且我还有时候 更过激的行为 就是如果他 比如说他插在我前面 我会直接把他拉起来 我会把他拉走 因为我觉得 排队这种事情 是不能 就是 我觉得每个人都排 而且他部分人 是在口岸的时候 就遇到这种情形 对 所以因为你这种建议有没呢 我们首先应该大力倡导的是 不管在哪一种情况下 男人都不能对女人动手 所以女人可以帮我们 主持正义 强强三人型广告 之后见 你刚才讲到一个主要矛盾 次要矛盾 从这件事情 就是论史来讲 这个男的的态度出野 抢人家的东西 这个骂人 甚至说打人 是主要矛盾 是那个女孩在之前的 这个扫码 扫码 是吃药矛盾 就事论史 但是从这件事情的传播上 变成一个新闻来说 这个耍流氓 是吃药矛盾 大家主要关心的是扫码 是吗 当然 这个小流氓是从来都有的 扫码是一个新生事物 小流氓这个事情的是非 太清楚了 不用讲的 你在任何情况下 哪怕这个女孩呢 伤害了你了 或者插队了 或者做了她的一个 明显的 把你衣服弄脏了 你这个男的 也不能用这样的口气 你这样来对待他 我们刚才讲了 何况这个女的 还没有做到 但这个扫码 这个东西 在公共场所 这样来推广产品 而且又好像是善意的 又好像是合理的 但是可能给人家 造成一个很大的骚扰 引起纷乱这个东西 这个才是目前关心的焦点 哎呦 这个中国这个文化里啊 就需要补一刻 就是说啊 不管为了多少善意的理由 也不可以侵犯别人的自由 对 就是我发现 包括很多中国父母 他不理解这个东西 就是我 我是为你好啊 是吧 你为你好 为人家好 是哪个 咱就像说法律 说宪法 根本大法 宪法是上位法 最高的 对吧 那我认为 个人权利 个人自由 个人隐私是最高的 对吧 其他一切所谓的善意 它是第二位的 你的自由不能侵犯到别人的自由 应该还是要有一个合理的空间 你碰见过吗 台湾有吗 呃 其实我通常 我有一次在香港的地铁 但不是说真的是草街 是我要过通道 就是我们不是有不同的车厢 我要从A车厢到B车厢 那结果就有一群外国人 他们就堵住了那个通道 他们带了行李 然后堵住了那个 就是要过的那个门 然后我就 我就要走过去 那他的行李堵住了 结果他就开始用英文骂我 那好几步子我英文就听得懂 然后我就从 我就用英文回他说 我完全听得懂在讲什么 你根本心就不能放在这里 怎么样怎么样 而且我就会觉得说 像我是一个 就是我不是一个说 我会害怕 我就会觉得说 你本来就错 无论发生什么事 你都是错的 那我为什么要退 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就算了 就过了 但我又不是这种人 所以我都会非常很正义的 就会去制止当下之间 因为我觉得如果不去做这件事情 我回来一定会觉得心里闷闷的 自己会不舒服 我觉得心里会过不去 我说我明明 我又没有做错 我为什么要承担这种事情 而且我觉得就是凭什么 你就是还要用 因为他是一个长的 是个华人的脸 但他硬下用英文 在那边就是讲 你们这很没礼貌 什么什么之类的 干嘛要一定要走这里 而且用这种都很难听的话 然后就立刻就 对 我真的发现我身边很多女的 是这较劲的 就是说男的反倒是 就喜欢稀释宁人 你知道吗 就是经常女的 为了一个机票 或者为了一个服务员 给你这个较劲 我们是朋友圈里 有一位女士 就甚至飞机都耽误了 不做了 我就要跟你这航公司 把这个事给你弄清楚 其实有些人说 说中国人要这个什么 要真正这个法治化 就是需要这样较真儿的人 需要这样什么什么 什么坚持到底的人 我就是那种稀释宁人 常常稀释宁人 但事后又后悔 我一直不忘记 一直耿耿以怀的一件事情 就是也在飞机上 有一个外国人 有一个中国的乘客 那个电话没关 飞机在飞了 就是快降落之前 他那个电话还在用 然后我就听到 那个外国人用英文 在用出口骂得很厉害 就是用F打头的那些字 然后那种口气就是说是 我当时在旁边听的 就我就想 我也想骂他 我想对啊 人家是不守规矩 但是你何至于这样骂 而且你骂了 那个人又听不懂 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对不对 但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 人就是怯懦吧 或者是怕事吧 就觉得 接下来我就得给他吵一番 那吵一番以后干啥呢 我又搞得很不开心 然后我就没想 就那边被他骂的人 完全没听懂 可是下来飞机以后 我一直在会懊悔 我一直在难过 那你下一次的时候 能不能改邪会这样呢 下一次再说 但是我真的 我检讨 我下了飞机以后 好几天 这件事情根根以缓 特别是因为 我那位同胞听不懂 被他骂了都不知道 所以我在旁边又听懂了 这个真是 没关系 许老师 下次有遇到这个状况 你一定要发作一次 因为你发作一次之后 你后来就会觉得好自然 一定要发作 我觉得有时候 就是正义 比如说我们就排队去纠正 或什么样之类 其实你换个假 你也是在教育 或者你也是在跟大家 同时在把这个水平 文明水平提升一个过程 你在做一件善事 是做一个有福德的事情 所以你不能忍气吞噬在旁边看 就像刚刚这个文桑哥说的 就是一个人讲 后面都会讲 表示大家都这么想 只是没有人敢做 那只要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讲 那以后就不会有插队的问题 如果从这方面来讲的话 我们是要遏制这些好的食物味 你这是很光明的心灵机场 很光明的 就是我 我长得很壮 就是我很能理解许老师 因为我们俩生日都是同一圈 是吧 我们都是那种就讲究生活要从心所欲 从心而自 那他也没有从心啊 他刚刚也没有从心 从心这两个字是一个字叫什么 从 我们都是从心 你从了心嘛 你确实从了心 你当时不想有事 我现在学校里碰到很多不对的事情 我明明应该吵的 我都不吵 我最后怎么样来说服自己呢 因为我常常想起医生的话 心脏不好 不要生气 对 徐老师 从心了 对 徐老师 怂了 我跟你说 但是教会内伤 我现在是什么呢 下恶势力屈服了 我跟你有一半一样 但是我现在呢 为我们怂派啊 找到了正刚 就是 活得久的 没准是我们这样的人 就是这个东西啊 像我们抱血管的 我跟你说 有点 我跟你说 个人吧 自担因果 我那天听一个妈妈讲 我觉得讲的很有道理 就是别人家的小孩 就是说孩子被欺负 被人打 就说打回去啊 打回去啊 甚至爸爸就要教他格斗 我就回去 不能受人欺负 哎 后来有一个妈妈就说啊 说嗨 我也觉得孩子的问题啊 让他们自己去解决 他呢 没有那么强的攻击性 说不定也是好事 有些事他就怂了 但是那碰到有些时候 他不怂 谁知道未来有什么危险 等着他 你知道吗 从妈妈的角度看 这也他只要能够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哎 一方面你是觉得有点懦弱哈 但是另一方面呢 这东西个人真的就是自担因果 我觉得这本身就说明了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啊 正气不张 因为正气不张 所以我们的有些关于安全的判断 我认为也不是空穴来风的 因为你比如说碰见一个情况 你根本无法判断 而且你要在一个很有正气的社会里 你确实可以相信 只要你出来 别人都会 大家都会支持你 但是我对这个社会没有这个信心 你明白吗 我我而 而且我就觉得有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至少是不惹事的 我们跟人讲话是和气的 但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 很野蛮 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就是就显得那么样的 那个没有教养 我就觉得我对于这些人的那种厌恶感啊 就是这种不想跟他 想离开这个世界 他不是想离开他们的那种厌恶感 我跟你讲 徐老师一个很微妙的心理 有时候超过我的尊严 我自小就发现这件事情很奇怪 就是你知道吗 比如说要有一同学啊 他骂了我 我跟你说 要是周围没没别人的话 我低头就走了 假装没听见 就是就是说对我来说啊 我再想跟他吵架 骂回去打起来 我觉得跟这个人打交道的任何一点麻烦 都对我来说是超过地狱一样的烦 你知道吗 我就是我宁愿忍了 都以师父少 我就不想理你了 但是对于我们这样的人 我认为啊 比如说这个合作者或者公司啊 或者说是领导啊 他其实需要有一份留心 就是我们最后做出的选择 就是啊 什么你不公平的待遇 我们都忍了 不吭声 你觉得这个人就是没意见 他不像那个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但是有一天 我们会用脚投票的 对吧 就有一天 就是我们是典型的中华民族啊 忍无可忍的身后 莫回听身而出 这不合理还是不合理 我这个认为 不代表这是合理 咱们亲爱的广告 强强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从那个最大的善意去想 那个十七岁的小伙子啊 他就是不怂了 他一点点不开心的时候 他就爆发了 对不对啊 这是其实就是 就是变成流氓了 一过界了就变成流氓了 你说的是他不怂了 我觉得他也有可能是崩溃了 就是说要不然呢 这个孩子 他就是平常就是这么着 我觉得这种人平常就是这样 再要不呢 就是有些时候这个人呢 赶上一个情绪爆发点 你像香港那个地铁上 经常就骂互相问候老母呢 问候几十站 他就是有时候 你记得当年香港有个老大爷 很著名的流出一个视频来 就是没有压力 没有压力 你有压力 我也有压力 你知道吗 他有时候啊 一个人就是抱起了 就是你不知道 他遇到了些什么事情 或者说你三分 说了几句什么话 刚好敲动他神经的那个点就爆走了 我就是经常闹这毛病 不是 我就说啊 我经常 你刚才说怂吗 但是怂他最后有一个爆发点 我们这种人吃亏 吃亏在这儿 就是说啊 一百件你做错了的事 我都忍了 但是最后这个积压的这个火呀 最后在一个看上去我很不对的事上 我爆发了 就往后是这样 如果拍个电影的话 说不定那个17岁男孩平常被他的同伴打欺负 结果在这里来爆发了 不我为什么刚才想那个扫码这个主要毛病 因为平常你看插队啊骂人啊 其实这些事情我们留着兴致做 但自己知道是错的 唯独这件扫码这件事情 做的人没觉得他有什么错 估计现在很多人都觉得没啥错 但是在某些人看来这是错的 这个才是新闻点 就是扫码说是一个月能挣两个月